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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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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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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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納入政府的聲音 有沒有納入公務員的聲音 有沒有納入利益相關人 有沒有納入當地居民的聲音 去評估這樣的過程 然後對我來說是 蠻有趣的經驗 我看到台灣的工具被應用在 評估在世界各地的其他的專案上面 那這個就是 Open Stream Map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上去編輯的地圖 那Open Stream Map是全世界各地都有的組織 那印尼這個組織 其實都特別的 特別的茁壯 那他們有一個分部叫做 Humanitarian Open Stream Map Team 他們會針對人權的問題去做 Mapping 那我就有認識 有個印尼人他是在做轉型正義地圖 因為大家對蘇哈諾就是覺得 喔他很棒啊 他就說我在地圖上標這邊有人被處決過 這邊有人被消失過然後 這邊有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 讓你知道這個東西那個時代 密度都多高 那個時代一點都不值得懷念這樣子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加入台灣的Open Stream Map社群 可以標台灣的東西這樣 或是你可以帶到你 如果國際上也可以去這個社群 那最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剛剛說我們要免費的 開放的把所有東西都放在網路上 只是我們開源相信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相信這樣大家可以 合作會變得更好 那 台灣的問題就是我們 可是做這些事情都沒錢賺啊 怎麼辦 到底 到底要怎樣才可以讓 這個東西更 sustainable 然後 一個是從 所以這兩個是以比較商業的方式去做的 然後第二個 真的是我都聽到的時候 我差點從你這樣掉下來 就是他說 他在 他在一家反貪腐的社會企業工作 然後說如果連反貪腐都可以做成社會企業 以其他的社會企業 你不能放棄這樣 但 我以為這樣他怎麼做到 所以我後來有特別跟他在約一個 線上的通話 去理解他到底 去理解他到底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介紹的是False Asia 他是 全稱是 Free Open Source Software Asia 那他在全東南亞非常高的滲透率 但台灣沒什麼人 你知道 那他主要的事情是 因為 他雖然是免費的軟體在網路上可以用 但他希望讓學生可以學習這些開圓軟體 跟開圓開發 他們希望讓你變成一個scale 就像我會講英文 因為在城市設計語言 可能現在AI很夯 所以學生就會想要說 我會AI 我會機器學習 我會做資料分析 那他們希望開圓也成為一個 你可以寫在理論上跟人家說 我是一個開圓專案貢獻很多的 工程師 我知道怎麼跟開圓社群合作 我知道怎麼用 這些免費的工具來幫助我們公司 產品變得更好 所以他們 除了免費的課程訓練之外 他們自己有開發他們自己的開圓軟體 跟開圓的服務 那這些學生畢業之後就可以 用這樣的服務導入那些公司的系統 並且他們跟Google跟Facebook 這樣大公司合作 或是戀人同公司合作 他們直接找他們去找 你們那些結束的學生裡面有什麼優秀 你直接推進來 讓我們 來我們公司當工程師 或是參與面試 那這算是他們在印度啊 越南啊 就是整間這樣做滿的狀況 算是非常大規模的 那台灣目前還沒有這麼把開圓商業化的嘗試 那這邊如果比較科技背景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上網查他們網站很多的介紹 那再來就是神奇的泰國反貪服社會企業 那我就問他說 你們的business model是什麼 雖然我很不喜歡這樣問人家創業的起手勢 因為我覺得反貪服要怎麼可以掙到錢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然後他們說他們是一個顧問公司 他們是幫反貪服的NGO 或是任何想要做反貪服的人 做顧問的公司 所以他已經 錢多到他可以幫人家做顧問還賺錢 因為他們全職的team有五個人 然後 呃 原因是 根據他的說法 我沒有還沒有去查證 的原因是 呃 泰國的大企業已經受購他們的貪服的狀況 所以有13家投資銀行拿出錢來 設一個funding就是來做反貪服 然後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企業有跟進 所以這些是他們的客戶跟他們幫他們客戶做的東西 包括 線上的群眾外包的調查網站 讓那個 呃 我今天發想像有人會選的話 我可以上傳資料 或是我可以 匿名的匿名的回報消息 然後 然後 調查記者可以去跟進這樣的報導 然後或者是 呃 做一些研究 那他們顧問的方式是 幫他們去評估哪個方案是最好的 比如說 呃 我是要揭露這個訊息呢 還是 我是要讓公民參與 還是我要提高貪服的成本 然後 再去設計 對應的 適合的方案 然後 然後 幫他們找到 可能工程師 你這個需要使用者經驗設計師 你這個需要記者 那我們去 或是 就是 你不知道什麼募款 那我們這間顧問公司去協助你募款 然後 提供這樣的服務 呃 他們的組織名叫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看 那 呃 對 所以我今天的分享 大概到這邊結束 然後 我們 可以一起討論 因為我 自詩也不是東南亞專家 公民科技也是一個小小的參與者 所以我想 聽到大家聽到 這些東西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看法 然後 我先來試試看 有沒有人用了這邊 但 可能 沒有 對 沒有 這是去 這是昨天的 好 但沒有關係 就是現場 我們還是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討論 嗯 好 好 有沒有人 馬上要發言 沒有 好 我們這邊有一個 我們的低科技 低科技討論方式 就是會把麥克風傳下去 每個人都規定要拿 拿到 那你拿到 你也可以不講 不講就要傳給下一個人 好 那我們 如果傳 傳完一輪 都沒人講話 我們就三位 沒有 沒有 就是像小白你去那個會議啊 那 就是剛剛你有說會議的參與者 說 就是除了像台灣有你還有美國一些人 然後大部分東南亞的國家 那 你觀察到可能在那個會議上 或者是 你會議會的人在討論 嗯 可能各自國家或鄰國的狀況 就是那每一個東南亞國家 他們本身公民的聲量的大概的情況 你感受到的大概是什麼 就比方說 比方說泰國大家都很熱鬧 然後這個社群很大 或是說像柬埔寨提起來剛剛 柬埔寨很多事情反而說 因為政府可能更加的沒有效率 所以反而更有 人 就剛剛你說那個用苗圖紙 就把東西疊加起來 那我只很好奇說 至少像 就是英國中國這五國 或是說像 可能再往南到 就是到 海的什麼印尼啊 那這些情況大概是什麼 所以 比較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大部分的 facilitator 就是他們 付我們機票錢 跟 付我們薪水去 上課這些人 是來自海洋的 就是 只有 只有一個 只有 泰國 然後其他只有一個馬是泰國之外 很多就是新加坡印尼馬來 主要其實是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 菲律賓那次沒有人去 所以這就是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 然後 我台灣 然後加泰國 然後加一兩個 柬埔寨 那我們沒有speaker是來自 還有印度 然後 我們沒有speaker是來自 越南沒有speaker 就來自緬甸跟 遼國 那如果你覺得 這是一個聲量的話 我覺得可能這是一個聲量 但他們 他們也很開心 是今年 他們只找了兩個 美國的 的speaker 他們剛開始發起的時候 幾乎所有的 所有的獎者 都是來自於 亞洲以外的地方 那他們很開心 今年幾乎 就是真的幾乎都是 亞洲的 亞洲的獎者 只有兩位是美國 然後 對 那聲量的話 我不知道 但是 嗯 我覺得 語言會是一個很大的barrier 就是 在我們討論裡面 英文因為 變很重要 然後還有 嗯 國家的資源 跟 對 所以泰國是最常識的 第一泰國人最多 然後主辦方 又是 又是泰國 然後泰國本來 就是中南半島上 的 比如說國際NGO 或是所有的會議的 那些 很多 就是他們第一年 不在泰國辦 第一年到 就是泰國以外辦 因為他們覺得 我們是湄公和流域 我們不應該 每次都 每次都在泰國辦 所以才 才有 才拉到柬埔寨去辦 所以我 我不知道討論是這樣如何 但是 嗯 你可以感覺到 那個level不一樣 就是比如說 在 我遇到的 緬甸跟寮國的專業 NGO比較少 就是越南 或者是泰國來的 很多都是 他的正職工作 就是NGO工作者 柬埔寨 他可能正職工作 就是NGO工作者 或是 的確有些學生 但是緬甸跟寮國 很多都是 嗯 他是 他是一家 成因工廠的老闆 但是他是電技師 畢業的 然後 他覺得他應該要 然後網路科技幫助 緬甸的教育 所以 他 就是 一無時間投入 然後或者是 呃 療骨的狀況也是這樣 那 緬甸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狀況 會是 呃 所以我覺得英文會有差 因為我要 聽到英文才會知道他們在討論什麼 比如說 緬甸那時候兩個人吵起來 在針對 翁山書記這件事 因為有個女生他就說 他大概做NGO做十年了 他說 在翁山軍上台之前 狀況很辛苦 沒錯 可是 因為大家都覺得軍政府不好 所以 大家會支持他 可他現在如果要任何抗議 現在政府的行為 林眾很不諒解 他們會覺得現在是緬甸要展現民主的時刻啊 現在是 我們好不容易可以改革這些東西啊 現在改革沒有辦法一次到位是 很正常的事情啊 你為什麼要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亂 然後 另外一個 反正他們大概在吵類似的事情 然後 因為是我問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他們才用英文跟我講 所以 他們到底在吵什麼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不知道公民的商量如何 對 那還有 對 比如說專業的介入 像 這次泰國 跟印度來了 好幾位是法律的專家 他們專門研究隱私權跟 網路治理政策 所以 GNV 比較多很公民科技 但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網路治理 就是你應該要規定什麼樣的法律 比如說 我們還要談論到 印度 本來要規定一個法律 是除了政府以外 政府出了以外的地圖都是違法的 的法律 那 這個法律就會讓Google Map也違法 然後 呃 但韓國有類似的法律 所以韓國Google Map的滲透率很低 而是 我忘記叫什麼 韓國是 南韓是用他們自己的 國內的 因為要去符合他們政府的地圖的法規 那時候 印度跟台灣用類似的 那我們就會討論 像這樣的法律問題 但像這樣的法律的討論 可能因為我們這是參與的關係 就是 越南的緬甸遼國的 柬埔寨的 嗯 沒有這樣的人參與 所以 實際上大家也不太確定 比如說我們有討論說 你們國家的政策怎麼制定的 那可能對一些工程背景的 大二大三的學生來說 他其實並不太清楚知道 一個政策走進政府的國會裡面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 我覺得跟參與者的經驗會有落差 然後 跟 不知道哪些人來 但 我覺得整個狀況是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個迷思 就是什麼 亞洲人不太愛講話 亞洲人比較不會交流 亞洲的學生比較不會 不會 speak up 然後在這個營隊裡面完全沒有 大家非常的 大家完全是非常的主動 然後我甚至會覺得比較好 因為我說 之前去歐洲參加conference的感覺是 歐洲 歐美人根本不鳥你 就是 他會很兵兵有力的跟你談 但是 他無法體會到你的問題 但是在這樣的區域的裡面 大家是可以彼此 體會到 我的國家就是面臨這個問題 我不是在打高空 我不是一個MIT的研究 同時進行巴西、印度跟 美國、歐洲的研究 然後我的資金只放三年 然後三年的研究研究完 我就覺得優惡一個development的研究 這個是 我的國家 我要花十幾年、二十年 在做 這個東西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 很不利用 謝謝 你有沒有揣一下 我想要問一下說 因為 其實今天來主要就是想要聽 開放資料跟開放政府的部分 那有很實際的原因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從台灣 用台灣的記者想要去做一些東南亞的專題的報告 那 已經 已經有 做過兩個題目 那其實很直接的就發生一個問題 就像 跟你剛剛講的其實我們很有共鳴 就是 根本沒有資料啊 對啊 那不知道要怎麼辦 但是事實上 真的 真的 往生下去挖 像我們已經做過 包括越南跟馬來西亞的題目 嗯 不至於完全沒有 還是會有一些 政府的網站上面 有一些零零零零的報告啊 等等 但是你必須要自己重新去匯整 而且 而且他們統計的方式 原始資料可能也不是最適合你用 那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越南事實上 我很驚訝的是在我的經驗裡面 越南政府的統計數字 跟在網上公開的程度 其實是比馬來西亞好的 但是那裡面有 有數字的性度 跟效度的問題 對 那 所以我覺得好像各個國家 有各個國家不同的狀況 可是剛剛這樣聽起來 就剛剛聽那個 那個 美工河這 OPEN DEA我們計畫 你剛剛提到說 他們覺得 直接跳過 就 不看政府的數據 那我 我會有一個 我會有一個 基本的擔心是說 那這樣你要怎麼自己收集 其實像剛剛我馬上就點進去看 那OPEN DEA 裡面關於土地的這一部分 然後我點進去看越南 它有一個互動式的地圖上面寫 應該是統計 越南的所謂的經濟 經濟特區 外資投資的經濟特區 我第一個直覺反應當然就是 點進去看 我們自己做報導的那個地方 它沒有在地圖上 然後那個統計是 看起來就是資料是2013年的 按理來說它應該已經上去了 但是它沒有 對 那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就是 到底可以 這問題到底 東南亞的這些 這些 這個領域裡面的人 他們怎麼看呢 就是 它一方面又要去挑戰 絕不能太信任政府 提供的有限資料 但是當 當連這個都不相信的時候 你其實有非常多的議題是 是你連 現在怎麼開始做基礎的認識 都沒有辦法做的 那這種矛盾到底應該怎麼處理 第二是說剛剛 其實跟前一問題有點像說 去參加的這些人的背景 聽起來有論基礎工作者 有些學生等等 那特別是像學生或者是 或者是其他的參與者的部分 還是理工背景的人居多嗎 因為我們從媒體的角度會實際遇到很多問題 比方說像馬來西亞 最大的問題是所有人關注的都是政治 政黨政治 政府的貪腐的問題 但是所有政策性的東西是 是 一在大學裡面的教授 位置穩固了 他不會願意去做那種研究 不會願意去談裡面有沒有什麼問題 二是NGO公平生活領域發展的不健全 所以 可能相關的議題根本沒有NGO在做 那 在這樣的情況下 到底 到底 有志於開放資料的人 要怎麼前進 就是 沒有問題 都比你要回答 哈哈哈哈 你後面都以為在馬來西亞做這個研究 跟人生研究 這個 平常我發表是用英文的 所以我中文發表不怎麼樣 不怎麼樣 所以 如果用英文的話 一點點英文沒關係吧 可以 如果是要說馬來西亞的話 如果其實講這個 你要比東南亞來說的話呢 民主主義這個概念呢 在馬來西亞差不多是不存在的 所以 其實如果 比看 泰國啊 印尼啊 菲律賓之類 像是講 經濟上來說呢 他們比較落後 只是 其實這種思想概念上呢 他比馬來西亞 還 還 進步還 還比較好 所以你在馬來西亞找到這種資料呢 是不奇怪的 然後馬來西亞另外一點呢 就算是我們國會出來的資料 其實也是騙人 呃 只有直播嗎 沒有 都是騙人 真的 我本身有調查 就因為我們 我組織叫人民之聲 我們關上很多人權之類的 的問題 所以像 講反恐 一個例子的話 我們向來都是針對反恐 有做調查 做研究 呃 因為我們 反恐法律向來 會用政治化來用 就是來逮捕 反對黨 或者是 西部社會 的 所以呢 當我們當時 做調查 使用比較呢 國會出來的 數目 跟 我們政府出來的 跟我們所收集的 資料 完全不一樣 然後 政府自己本身 資料呢 跟國會他在發表資料 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 最後 你要相信他們嗎 你不知道 像以前我們有一個 你叫Public Prosecutor 不知道 台灣叫什麼 就是 幫政府控告人的 檢察官 結果 有一次我就問他們 你們這家我怎麼搞呢 是你們部門 怎麼會搞這個毛樣 他就講 其實呢 老實說呢 當如果一個 國會議員問這個問題 假如說是 這個國家 逮捕了多少個恐怖分子 OK 就是我們的 HOME OF FAMILY STREET 就是我們的 內安部 就會一開始問 問警察 你們今天 逮捕了多少個人 警察也就會 看他下面下屬 就問他 你們抓了多少個人 所以下屬就講 大概八百個吧 他就拿八百個寫下來 做紀錄 就拿回去國會了 所以其實呢 可靠不可靠也很好講 然後有時候呢 他們自己很厲害 也會狡辯 就故意 創造一些號碼 或者是 把號碼弄得很模糊 就 如果你問他 今年你們 抓了多少個人 他就會講 哦 從二零零年到二零一七年 我們抓了三百個人 你就問他 他媽的你到底抓了多少個人 他就講 我也不知道 所以就有這種奇怪的問題 所以你要真的 調查研究 Open Data 的話呢 很難 像我們馬來西亞 CINA Project 剛才我看到的名字 把他開入入所 他們其實也試著做這種 很基本的Open Data 就是暫時叫MGO的人 自己來 共商這些資料 給大家看 然後呢 其實是 大部分的人呢 都沒有這種資料 嗯 不是想自己 吹吹吹吹 吹吹你 其實大致上 馬來西亞 如果突然間人家想問 OK 多少個恐怖分子被抓 還是 多少個人被刪動把抓 還是多少個人 因為侮辱我們的國王被抓 他們有可能有幾個組織講 OK 我是專做Freedom Expression的 發言權的 最後呢 他們回來問問問問問 問呢 最後資料是跟誰拿的 就是跟我拿的 所以 不是想吹這點有在什麼 只是那就是現實了 就是很多人 就沒有那種概念 要怎麼收集資料 怎麼要 大概層級上 知道 資料是從來 收來 大概要收多少 大家都沒有那個概念 所以也很難 然後 我 我稍微補充一下 雖然Carol他們 信用發展 他們其實最近 他們有 跟馬來西亞政府合作 然後 他們可能是用一些比較 比如說 促進經濟發展 然後 或者是 議會透明 我們讓國會議員 願意來登陸自己的資料 這種 可能沒有馬上去 攻擊政府的這種狀況的 方式 希望去讓馬來西亞的 開放資料 或是他會用國際評比 因為馬來西亞的確 在開放資料評比上 我記得應該是比越南還差 這件事情倒是沒有錯 那 越南的狀況是 這個 Open Default Mekong 他們是2016年 才變成 Regional 所以他們在那之前 都是在柬埔寨 所以他們現在 會有個狀況是 他們 他們網站已經好像 整個柬埔寨會 流入都Coffer 但實際上他們當地的 Local Partner還沒有 弄上去 那 還有一些做法是 呃 我可以放國家提供的數據 但我會標註 這個 數據來源是哪裡 然後去讓大家去 交叉比對 去看到 這中間的落差 讓這個Dataset 同時存在在 即便相當很多Dataset 同時存在在 同一個 同一個網站之上 那 呃 所以一個 我本來很大的問題是 那 這些Data 該怎麼分享 有沒有一個 他們想要做的 就是一個Portal 就是你可以到這個網站 記者可以去 同時檢查 三到四個 可能都是殘缺的 的資料 資料集 然後可以 比對 然後拿去質問說 這個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這個是目標 但 事實上你知道的 你要完整的國家的調查 可能會很困難 所以像如果你們有 你們調查的資料集 或務實 你們也可以聯絡他們說 看能不能 把你們調查的東西放上去 那 就 即便不同語言的調查 也可以 共享這一份 資料 對 往後轉 好 好 那個 嗯 那我對公民科技 就是 比較是不太熟 然後 所以我今天第一次聽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然後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比較廣的問題是 那這個公民科技 它 這些資料被釋放出來後 它有沒有可能會被政府 再一次的言論審查 或者是說 政府是否有可能 反過來利用公民科技 來達成監督一些 人民的行為 因為 像 在東南亞國家 那 在台灣 或者是在東南亞 你的觀察是 這樣子的 就是你們怎麼理解 這樣子的 一個現象 對 然後 另外問題是 我想問 就是剛剛那個 泰國的那個公投 然後 後面不是有大麻合法化嗎 然後我想問大麻合法 結果是勝利 哈哈哈哈 那大家支持大麻合法 哈哈哈哈 對 那 嗯 然後 關於公民科技 會不會變成 政府反過來的 一個手段 所以 的確這是一個問題 比如說 我們在國際研討會 的時候 像我們9月在 台北辦的國際研討會 就有人提出來說 因為 有很多 公民科技的社群 台灣 叫 反正就是我們 Code for America Code for Australia Code for Pakistan Code for Africa 什麼之類 然後很多他們都是跟政府 非常密切合作 例如是 改善政府的 讓窮人可以拿到更多食物 改善政府的政府流程 然後幫助政府去 build out its surface 我記得會議裡面 有一天就有人問說 這樣是不是只是 你不是在做Civic Tech 你在做Goth Tech 你只是在做政府科技 你只是用科技幫政府 去做到更好的事情 不過新加坡 新加坡 那有趣的 我遇到新加坡的人都說 新加坡沒有民族 新加坡的政府 就是 但是講到台灣 講到台灣公民科技 就說 你為什麼不幫政府做事 很像新加坡的政府 就有在發展 Goth Tech啊 然後這些公民科技的社群 就可以拿政府的錢去 什麼什麼之類 就滿有趣的 所以 後來也會變成這樣 新加坡的例子 就是 新加坡政府就開始說 我們要成立 我記得他們有成立一個什麼 不管是金融科技的沙河 或是他們要 什麼政府 實驗室 政府有一個 號稱從矽谷 Recruiter來的 這些人的team 去用矽谷的方式 去幫政府開發政府 所需要的諮詢系統 的確是有這樣的狀況 那 但是 他們再怎麼可以這樣 有包裝 我朋友只是因為 拿一個鏡子 站在議會 前面站了半個小時 就被警察帶走 這種事情還是會發生 但另外一個是 那天會議上 有一個女生 八十三個女生 她回答滿有趣 她說 呃 在不同公民社會位置上 有人會 需要站在不同的位置 那她的組織 選擇 站在跟政府合作 因為她覺得 除了不斷批評政府之外 你必須要 向政府展現 什麼是可行的 什麼是可行的方案 然後政府願意跟你合作 那 當然她 也非常感謝 永遠 公民社會的另外一群人 在監督政府 所以G0B社群 在台灣也遇到 一樣的問題 就是我們有一些人 開始進入 政府當作幕僚 唐鳳成為了政委 有人現在 加入時代力量 出來選舉 有人在幫 什麼市政府做事 所以G0B社群也 非常有趣的事情 是有人在政府裡面 有人在政府外面 那我們 其實我們會吵架 我們也的確在吵架 然後 不管是關於開放資料 或是關於這些科技 該怎麼被使用 但我覺得好處是 我覺得雖然在吵架 但我們照在討論 然後 並不會因為 唐鳳進的政府之後 我們其他人 就不繼續監督 這個政府 我們還是很相信 一部分的 很大一部分的能量 要留在 也有在社群裡面 留在公民社會裡面 然後 對 所以科技嗎 會有這個問題嗎 會啊 比如說 越南的駭客真的很厲害啊 然後 中國政府的監控科技 也是 也是越來越強 甚至 嗯 我有在看到中國的project 他 台灣有個 有個空汙地圖 就是 空氣汙染的地圖 台灣做得很開心 然後 政府願意支持 廠商願意贊助 大家很happy 可是 中國有年輕的水生 他們做水質汙染地圖 整個計畫 全部被叫停了 他們做了一年 他們其實只要測水質 而且 跟在台灣做很類似的事情 然後 本來有投資者要投他們 然後一直叫他們要轉型 說你不可以這樣 因為你的政治風險太高了 所以 在中國你的專案 就的確會因為 你的政治風險 大家不願意給你錢 然後 你這個東西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繼續做下去 然後 我覺得這也是我自己 現在在問自己的問題耶 雖然 我不是一個很厲害的研究者 也不是一個很厲害的參與者 但我現在看到 中南亞歷史跟中國歷史 會想要問 可 可你真的可以幫我們大的民族嗎 現在大家在說 全世界說什麼第三波民族 不是第三波 第三波民族化的民族倒退 各種獨裁或是集中派出來 然後 假新聞在這個社群媒體上 大家 大家意見又極化 然後現在又要 要開庭審判 呃 俄國有沒有干預 美國大選 但他要求Google跟Facebook提供資料 所以 是不是Google跟Facebook 開始要為美國跟Facebook提供資料 那如果有一天 美國指控台灣是恐怖分子 台灣的獨立運動 是恐怖分子的時候 我們可以相信Facebook跟Google嗎 反正就是 我覺得問題問下去有 很多很大一部分的 那 對啊 你也可以 我們既有個讀書會可以現在斷掉 但 就是 你也可以開始讀書 然後寫過 然後 一起來DreamV的社群分享 你對這些東西的看法 這樣子 有嗎 其實 其實剛才想Pick up前一個 前一個 發問者的問題 那個 就更近這樣 其實這個 這個 資料什麼 開放化 或許 或許 或許說 越多的Data就越好 其實是一個迷失 就是他 就是剛才你講的 未必是 是越多Data越好 其實 比較潛在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 然後 剛才大家沒有討論到 就是 如何Read這個Data 任何的Data 如何去解讀它 如何去讀它 什麼Data 是真的 什麼Data 是假的 然後 又能夠用怎麼樣其他的Data Source 來 來就是做一個考證 還是一個對比 之類的 我覺得 How to meet data 其實是一個 更重要被忽略的一個 一個 一個議題 然後 那我還是關係到說 這個 台灣的記者到 東南亞採訪的時候 到底 面對這樣的一個 複雜的一個 如何取得Data的問題的時候 怎麼去克服或解決 這讓我想起到 上個禮拜呢 那個 媒體 跟那個的討論 媒體移工 對媒體跟移工的那個討論 然後 我記得當時 邀雲章 邀雲章講的一句話 我覺得 我覺得還蠻 還蠻那個 呃 就是蠻實用 就是 他說 他說那個 把台灣的記者在跑這些 移工逃跑的問題 或者任何移工議題的時候 他是否已經有足夠的知識 背景 去理解這個移工的問題 而是說還是什麼空降啊 然後被主編派去啊 然後 迷迷糊糊在那邊找一些新聞這樣 那同樣的 就想反問說 從台灣的記者到東南亞去採訪的時候 他們是否已經有足夠的知識 或者訓練還是怎麼樣的齁 去問應該問的問題 那他們是否是 是否有足夠的知識呢 能夠解讀他們找到的 不管是Data也好 還是什麼故事也好 齁 任何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一個新聞 齁 我覺得這是蠻 這個其實是蠻重要的 就是台灣記者本身 他們的知識量夠不夠 而上來說 今天沒人 就是沒有人代盤 沒有人被派去啊 就找一個 隨隨便找一個派遞去採訪 那這樣的記者顯然的呢 他就是 他就是沒有 沒有被給予時間 去經營他的 他的這個線 我覺得 像上次 上個禮拜 一定這樣講的去的話 我覺得還蠻實用在 這個 這個議題上面 這樣 然後 我就往旁邊傳 我 我就真的點一個 很多回答 所以 有一個很吵的 這叫Data Literacy 就是 這叫什麼 以前是Media Literacy 媒體試讀 然後我們現在 這樣應該 這樣應該是翻成 資料試讀吧 我不知道 所以我們的確 在這次的 workshop 裡面 我就被 硬塞了一個 topic 叫做 Storytelling with Open Data 然後我其實覺得很痛苦 因為 GinP超不會Storytelling的 然後 但其實 後來我們發現 有些最基本的 我後來一開始 我一開始以為 我要秀一些什麼 資料視覺化 一些什麼 什麼 程式的工具 去做這些東西 結果後來發現不是 我們在做最基本的 你這個數據 你要用長條圖 你要用圓餅圖 還是 你要用 你到底 就是 我們後來就不處理大數據了 因為 一 現場沒有這麼多數據 二 他們也沒有那個程式能力去做 但我們最後變態處理是 我只有兩個數字 比如 甚至有一個數字 百分之五十 或甚至是比如說 那種處理什麼 乳癌的發生率 你到底要怎麼讓 民眾意識到 這件事情很嚴重 然後我們 就是大家一起討論 犯了很多的說法 他都是跟我說 每 他一開始給我的東西很抽象 說 每二十個人裡面 就有 一個人 未來 二十年 會有什麼 反正就是 一個非常很難去理解的 然後我們後來看 幫他 幫他 break down 說 變成是說 我身為一個女性 我一生中 會得乳癌幾乎有多少 然後 後來我們之後 break down 說 假設我們全班有四十個人 高中班級有四十個人 有兩個人 會在五十歲的時候 因為乳癌 如果沒有提到檢查 會有兩個人 在五十歲同學會的時候 會因為乳癌過失 那他就把這樣的資訊 變成 一個 很Strong的 你去拿青春的高 你們大部分人 可能都有中學生活 然後 你想要你的同班同學 因為沒有做檢查 然後等到你們三十年後 同學會 會有兩個人 會有兩個人 會這邊吃你國吃 他突然變得非常 emotion 所以 呃 對 我覺得知道試圖也很重要 還有像另外一個知道試圖是 很久以前 可能兩三年前 台灣 爆了印度的性侵率 然後說 你看印度這個地方 性侵率多高 多高 然後我那時候 跟我爸看的時候 我們覺得其實這性侵率沒有很高 我們 我們自己覺得沒有很高 然後為了印證說 真的沒有很高 我們去查台灣的性侵率 台灣的性侵率 換成單位人口 比印度高兩三倍 但是 所以 但你要怎麼去解讀這個data 你到底是 要解讀說 台灣的性侵狀況 比印度嚴重嗎 還是 印度的影翼通報的狀況會 比較嚴重 還是 台灣的 反正 那就是變成說 只看數字是 只看數字可能是不準的 對就是 我其實做的這非常簡單 還有我還可以再提供另外的例子 是 有一次是 財政部去算 台灣收入10萬以上人有多少 然後他那時候只說只有 好像不到50萬 然後我就覺得 月收不到50萬 月收不到10萬 月收有超過10萬的人不到50萬 以台灣2300萬 回到我們經濟好像有點 好像有點稍微低 然後後來仔細去看 是因為 有很多是統計樣本沒有辦法採集 所以最後是 有效樣本裡面40萬 那在有效樣本大概是有 是所有賦稅的人的裡面的大概一半而已 所以 但是我們也不能直接乘以二人 然後如果我直接乘以二的話 大約是 全台灣有70萬人大概是收入 月收10萬以上 但這是在 政府有獎稅紀錄的狀況下 所以我覺得 我後來站在 月收裡面變成是 我們在討論 data的 limitation 有很多東西是 data能不能告訴你的 然後 所以 Signal Project 我覺得凱爾也強調很強調的件事情 我們沒有data 我們需要 investigative reporters 我們需要記者去現場 比如說我們可能知道 有經驗的記者 我知道 比如說 這個區域的造詩人數不足 我們有data 但是 你不知道這個造詩人數不足 對當地的小學到底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比如說 所以 他覺得需要拍攝影師 需要有人去做文字紀錄 那 雅西安 就是 我剛好今天才發現這個粉絲頁 然後讀了一個很不錯的 粉絲頁來講一下 你們怎麼派記者去 做東南報導 哈哈哈哈 錯錯 都錯 Cue啦 欸 秀民都問你很好 我覺得 但我沒有辦法代表 所有台灣的美的講話 就 就用我自己的媒體經驗來 做基本的回答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 在問說到底台灣 記者 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然後他在 其實跟資料不見得有關 就是議題的認識 那個要進入 進入在地 了解在地 脈絡這個狀況 能力到哪裡 到底到哪裡 這基本要回應 第一個問題 是台灣媒體沒有什麼 常態的 駐外的 特派員 很少很少 很少 對 那第二是說媒體的節奏 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邊談的 可能比較多 都還是主流的媒體 不管今天 就算他是像雜誌類的 也許像天下元件 這種 這種週期性的 一個月一本 甚至 很重要的第一步 是到在第一 第一當然就是說 我們自己取得資料 可以到什麼程度 第二是 你究竟找不找得到 適合的人 能夠來幫你一起 處理這些議題 那可是我覺得 在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第一我必須要說 我們用很長的時間 做一個題目 第二我們想辦法 找有經驗好的記者 這是一定的 那我自己的經驗裡面是 以我八月下旬 做一個馬來西亞的題目來說 我有自信 我們對那個問題 發問以及 找資料的方式 因為那是一個 跟馬來西亞當地的 媒體合作的 共同採訪的一個經驗 我覺得我們做比他們好 對 我覺得 真的 那可是我覺得那個 一來反映的是說 我們有意識的 就是我們覺得 這事情應該要這樣做 或要找到哪些資料 必須要談到什麼程度 第二個它其實也反映的就是 可能馬來西亞的 某些媒體環境跟生態 就是 加上不同媒體機構 它的工作的節奏 就是不太一樣 所以 所以你 也許是我們今天 合作這個媒體 它 它不適合用 我們想要做事的這個節奏 去處理這些問題 但是 不見得表示 其他的媒體做不到 所以 但是這個經驗給我一個 滿深的感覺 就是說 其實真的跟你 到底是外來的 還是你是本地的 沒有關係 完全全取決於 你有多少準備 跟你打算問問題 要問到什麼程度 對媒體工作而言 我覺得大部分的時候是這樣 然後 我覺得我非要講一個例子 但是事實上雜誌還沒出刊 這有點 應該不會被別人媒體操吧 六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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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我第一個 第一個題目 我們已經做了八個月 還沒有收尾 大家應該知道去年 台塑 我剛剛講的那個越南的 越南的事情就是 台塑在越南的 投資的 東南亞最大的 大電鋼廠 發生了 在正式點火前 發生了 海岸死於污染的事情 我們大概今年三月 就派了一組記者 進去做 追蹤的調查 原本上是要去看說 到底那個受影響的省份 兩百多公里的海岸的 漁村的經濟 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因為也是隔一年嘛 然後這個事情 事實上後來演變成 越南史上最大的環境運動 的確一直都在抗議 然後事情要滿周年的時候 實際上還是滿風聲鶴唳 所以我們記者進去採訪 其實有很多不順 第一你不可能找NGO 跟你討論這個議題 第二政府是你不可能接觸的 那第三你要去接觸當年的民眾 他們也會有很多的害怕 那你最容易找到的一定是 一定是趕出來抗爭的那些人 那這個議題 如果你從台灣上的媒體 也不斷地在報導 從去年到今年 你大概會看到的角度就是 對受創的確非常的嚴重 那些中部沿海省份的漁民 都很貧窮 那這個污染 讓他們後來有很大的打擊等等的 但你實際上去看 越南政府的漁獲統計的資料 去年的第一季跟今年的第一季比 因為去年是四月發生的事情 所以去年第一季是正常的狀態 漁獲量下降 OK 那看起來好像的確有影響 但是那個數字 整體可能就下降不到10% 全國的數字 那你覺得會不會有區域的差異 你再去看 也沒有差到哪去 大概就是10%上下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會有低點 覺得我不應該信任官方的數據 他們一定是為了要粉飾太平 他們覺得他們 他們 一定要去強調說其實已經恢復了 然後補償也已經搞定了 都沒有問題 所以站在媒體公共的角度 你應該不能親信這個資料 你應該要去對抗的是 有權利的越南政府 可是就是越南政府自己官方的數據 你去比較各種官媒 跟他們政府的新聞稿之後 你會發現一個進一步的事實 我問大家 如果今年的第一季跟去年的第一季 漁獲減少了9% 但是他同時同一份資料裡面告訴你 海面上作業的漁船減少了20% 大概五分之一 你會怎麼理解這個現象 就從我們的角度就是 如果對統計學稍微有一點基礎的概念 你會覺得說 這樣子單位產量其實是上升的耶 對啊 那少掉的漁獲量可能是因為船變少了 OK 那這個故事就會變得不一樣了 究竟是水污染造成海洋資源的嚴重的打擊 因此漁民根本捕不到魚 還是捕魚的漁船變少了 所以總漁獲量下降 但是每一艘船可以捕的東西 說不定是變多了 那 這個對一個基礎來講 這是報道的觀點的一個很大的視角翻轉 你怎麼進一步去求證這件事 我們只好開始研究 後來你發現 OK 有很多西方的在做越南這種沿海滴滴神分 因為他們是 所謂全世界最容易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區帶之一 有非常多的細湖滴滴等等 其實跟台灣非常像 1986年越南改的開放 大部分的西方的研究報道都會告訴你 說86年之後 越南政府對這些鄉下沿海的省份 其實沒有很好的經濟發展方案 那既然市場化嘛 我就是鼓勵你 你能夠有錢造一點小船 你就出海去捕魚 所以呢 你去看所有統計數字 漁業的從業人數跟漁船人數是逐年不斷的上升 然後漁獲率 先不管那個統計資料到底準不準 漁獲率大概從80年到90年到2000年初 已經大概掉了只剩下三分之一左右 這個東西拿回來台灣 你會突然覺得 其實也蠻合理啊 我們在等台灣的漁業的時候 對啊 我們七八年代的確過漁啊 然後有各式各樣資源保育的問題啊 所以台灣的漁船的確 漁獲效率也降低了嘛 然後去看更大的區域性的報告 要告訴你對 南中外這個區域的確 因為各國都在這裡捕魚 事實上 從生態的資源的角度來講 的確有很大的衝擊 所以你好像得到了一些基礎的數據去支持你說 OK 對沒有錯 所以有可能真的是那個現象 然後你再回去看 事情發生之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去年四月發生污染之後 五月 那中部受創的這所謂四個省份 陸陸續續宣布禁漁 漁民不准出海 所以的確有非常多的漁民 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是他願不願意再出去打漁 你是他不能再出去打漁 然後停了五個月 很多人就轉到台灣的漁船來工作 然後你去查新聞你也查得到越南政府 有非常多的所謂特別的輔導出國工作 當外勞的計畫 就輔導這幾個省份的希望減少經濟上的衝擊 所以這些事情聽起來看起來好像說得通 對 因為還是跟這個污染有關係 但是並不是因為他堵死了多少魚 而是因為這個污染發生之後 第一市場價格崩盤 第二政府不讓漁民出海捕魚 所以很多勞動力被迫擠出了這個漁業的部門 他去國去了 他到他去做別的工作去了 以至於今年事實上在海上工作的漁船變少 但是每一艘船可以捕到的漁是變多的 然後這個跟我們去閱讀到非常多的研究報告 在提議說 越南政府到底怎麼解決這個漁業之前很浩劫的問題 基本上方向也是像的 通常都會告訴你說 你必須想辦法找到替代性的生計 讓這些漁民不要只是出海捕魚 或者是如果你要限於希望他們氣節性的減少捕魚的那個出海的頻率的話 你必須要有其他的方案 但越南政府一直做不好嘛 所以最後說不定是因為這個災難性的事件 所以強迫越南政府做的這件事 那這裡面 對一個記者來講 馬上有很多 其實跟倫理跟道理有關的選擇 就是你怎麼寫這件事情 對 那些被擠出不能夠再繼續捕魚的人 的確是慘的 我們也接觸到很多個案來台灣之後 馬上變成台灣的漁工之後 很不意外的 碰到不好的固執 然後非常的淒慘 對 也有這種例子 但是你怎麼去描繪這個現象 你還要不要繼續回去寫那個 大家看到的一開始就是 台塑是一個主要的污染源 他破壞了這裡的海洋 所以漁民的生計都變得很慘 如果你不這樣寫 你要怎麼寫 這件事情就會變得很複雜 那對我們來講那個就是 你對資料的要求程度到哪裡 以及你怎麼判斷這些事 所以我們後來其實跑了兩趟 後來第二次又去了一趟 設法要去追問到說 魚獲量的統計到底怎麼可以信幾分 那很不幸的事情是 因為不可能直接去問官方 問出來的結果就是 在地的漁民 小的漁犯 他會告訴你說 我從這裡 船上打來的魚 然後我把它收購來 到我這邊卡車分裝出去 到邊境 出國到中國去 出國到胡志明 出國到河內 大批方式場去 這個過程中 完全沒有官方來跟我做任何統計 OK 那這樣要怎麼辦 就是如果 如果這個是真實的現象 就是大部分人讀的魚 根本沒有在官方統計裡面 那怎麼辦 然後我們去請教一些 做魚業議題的NGO 國際NGO 大家都跟你講 這其實很正常 你看到那個越南政府的 那個漁獲統計 每一年大概就是2% 3%的成長很穩定 所以一來就是 他可以在商業上面 釋放好的消息 我們每一年都在 穩定持續的上升 第二就是說 其實根本沒有統計啊 所以通常都是 先畫法再設計 你就是今年預定的 成長率是2% 所以你最後就是 各省分或各區 湊出那個數據來 那就是這樣子 那這怎麼辦呢 你要不要繼續寫 就是有可能到後來 就是剛剛為什麼 我問那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好像抓到一些現象 大家在討論的事情 是 是前前後後可以兜得起來 然後是一個 沒有人談過的問題 過於 但問題是 統計數據有可能 完全不能用 那我要怎麼辦呢 對 那這個時候 你怎麼去解平這件事情 那也包括說 有一些數據可能可信 譬如說鮪魚 譬如說蝦 這些非常高經濟價值的 出口的東西 它有非官方的協會在統計 可是你看到 沿海漁民都很小啊 他們捕的都是雜魚啊 這些東西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每個人都抽象的 跟你說 我今年的漁獲少了七成 少了九成 那怎麼辦 你看到一群受害者 但是 但是你沒有 你沒有精確的數字 可以去說明他們到底 受害的程度到哪 或者到底 實際上受害的關鍵是什麼 然後那個 那個是為什麼我們這個題目 做了非常久 到現在都還卡卡的原因 就是說 open data 事實上沒有辦法幫我們 就是越南這部其實已經做得OK了 從80年到現在 所有每年的統一區域都在上面 或者是你不知道可不可信 對 那 這該怎麼辦 那 文英雄明就是說 我覺得真的就是事在人為 所以對我們來講這件事情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說 雅先生在做的事情 我們希望做的是一個編輯台的概念 編輯台 編輯台 就是對一個大的媒體來說 大家 就是現在其實很流行 就是 就是記者 報道者 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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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好像有點什麼 在公民社會的角度底下 的一種身份符號 可是我們想做的事情其實是 很多關於報導的議題 不是單一個記者自己 衝到現場去 就可以完成的 他需要後面有很多的後勤支援 就需要有一小組人 不斷的去讀資料 設定議題 去找出來說 我們在看到的 包括我們在其中的 其他媒體看到的 談這個事情的方式 到底是 是不是完整 那這個是我們嘗試要做的事 我覺得 只有這樣做 才可能有效的 一定程度上解決這種 當 當幫報社或媒體 就是隨便派一個記者出去的時候 要怎麼辦 其實也不是那個記者的錯啊 他沒有去那裡跑過 然後也沒有 後面也沒有一個team 去幫他做資料研究 你不是說那個單獨的記者 這不是我的意思 你說整個產業 對 怎麼限制那個記者 怎麼有好新聞 我現在上個禮拜也是談到這個意見 對啊 就是記者有沒有 被給予時間 還有像你這樣講的那個後期 那個backup 來跑一個線 所以對我們來講就是說 當然也希望有更多資源媒體 可以很努力的願意去 不管是在台灣或者出國去 去努力做這件事 但是 我們現在想做的事情就是 從東南亞開始 但我們看到第一個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 資料到底該怎麼辦 對 那會決定整個報老長相 分析我們的問題 我覺得你們看的資料感不夠 感覺好像在做博士論 我們唱的時候 會比較醜一點 感覺好像在做博士論 我們唱的時候 會比較醜一點 因為我自己在做公民科技的題題 然後 我就蠻好奇就是說 在所看到的舉成成分裡面 然後你也講出來說 就是NGO工作者 在裡面 對於政府的一些監控 或者是說 言論情緒的一些問題 那我蠻好奇的是 其實這些 辦主辦單位 顯然是 就是當初的一些NGO 但他後面有一些國際的主辦 有一些國際的Network 那他們這些國際的Network 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裡面 他們的聲量是什麼 他們派出來參與的人 都是當地的 但是都是跟這個國際性的組織 有連結的人呢 還是完全都是在地生 就是比較草根性出來的人 那這些國際性的角色 會不會在裡面 形成了某一種議題設定的角色 就好奇這個 其實會 因為 就是 我不是說每個國家 會給他們一千塊美金 選一個team讓他們做嗎 他們有要求 他們有幾個criteria 包括 你三個月的計畫是什麼 你做的東西 有沒有關卡 scale up 都美工合的東西 但其實我覺得 後面這個東西 它就是一個議題選擇 很多 雖然你說美工合的榮譽 我們可能共享什麼 一些環境污染的問題啊 然後或是政治情勢啊 但其實你知道很多在地的議題 你要他三個月內半年去想scale up 是很 有時候是不切實際的 就是 因為你光是解決你local的問題 比如說 我那時候就是一個 緬甸的教育計畫 他想要做一個教育計畫 因為緬甸這一代人 從來沒有投過票 然後他們現在開始投票 他們開始要做公民參與 開始有這些東西 這對於人們來說是全新的概念 然後怎麼用網路這些 所以他想要做這樣的教育 那 他就很快 他就非常快的拉出說 好我們 三個月我們這個網站要上線 他其實已經做了一個prototype了 然後 他已經有那個教育平台 因為他自己本身是創業 他有教育平台 他現在只要塞那個內容進去 那他馬上就說 我們三個月要上線 然後接下來我就可以跨到其他國家 可是 那時候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這很不切實際 因為 他甚至連仰光的人口 可能都沒有 足夠的滲透 然後足夠的 你做個單一語言的 緬甸的 緬甸語的 這個東西 你就想要一年內 擴展到其他國家 我覺得 這對他解決的目標 是沒有幫助的 那我那時候 因為我不知道其他專業評審怎麼想 我設定出的建議是 你還是focus在緬甸 但你要強調 因為你已經做了這個教育平台 所以 應該是別的國家 拿你的code去用 而不是你這個組織要去做 然後 馬上在一年內要做到 美工的流域 因為我覺得這很不切實際 那 還有再來 這個活動 其實 昨天演講有人問我 有沒有人問 他說他們在他們自己國家的社會 會接成什麼位置 然後毫不猶豫的回答 就是基因中的基因啊 因為 他們可以這麼勞力的講英文 然後可以聽英文的東西 這個對 相信在座大家都知道 你母語不是英文的國家 你要可以用英文書寫 用英文溝通 用英文上台可以表達 這個是多麼高的教育要求 所以他們的確有在反省說 我們該怎麼樣把在這邊的能量 可以帶回給當地更草根的東西 所以很多草根人就可能沒有來 所以為什麼我現在是大學生 他其實根本沒有社區工作的經驗 可是他至少會講英文 但在這個活動裡面 你不會講英文 我們這些所有的課 你是完全沒有辦法聽懂的 就是 就是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然後 國際的Network嗎 我覺得會啊 包括 主辦單位是Tai Foundation 然後他仍然去展現了中南半導上 泰國就是 比較dominant的地位 不管在資源上 或者是 你看工作人員 雖然來到柬埔寨 但是因為主要工作人員 還是泰國人 他們平常 自己今天會講泰語 去做主要的溝通 然後 必要的時候 才會切成英文 跟 譬如說柬埔寨當地的溝通 這種事情還是 還是會發生 所以 那我 還有我必須要承認一點 我在這個 音樂中的局限性 就是 我是下背心那天才知道 我有四個演講要講 然後隔天變成有六個演講要講 然後 所以 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趕我的slide 就是 每天早上四點多起來 因為活動八點就開始 然後 晚上活動可以十一點點結束 所以我必須要四點起來 開始做slide 然後 感謝美軍他們做了非常精美的 開放政府報告 所以我可以抄 也不是抄 就是 open source可以利用 就是他們是open license 所以我可以 把他們的報告內容 用open license的方法 就是跟 7個地的人報告 台灣的狀況 所以如果大家這邊 對台灣的開放政府 跟開放政府有興趣 開放文化基金會有一份 台灣開放政府報告書 今年才剛剛release 過去三年台灣 哪些開放資料跟開放政府做的一些努力 然後甚至一些 美軍他們有改良一些 評估成效的方法的架構 然後有中英文兩版 所以你想要介紹給你的外國朋友 也可以 然後都在網站上 然後他是open source 你只要有標明是 他們寫的 你就可以 像我一樣 就是 拿去做成slide 但是我每張slide都標說 這是從 那個報告書裡面出來的 對 那這就是我 我覺得這是我的局限的事情 甚至比如說 像 那個活動下個禮拜 我們在台灣要辦很大的活動 所以他們提案比賽那一天 我其實整天都在跟台灣開會 所以我沒有聽到很多 比如說寮國 我就完全沒有聽到寮國人 不知道提了什麼案 那這是 局限 但是 我自己希望做的是 為什麼都聯絡老師來做 參選時光這一場 是因為 我們過去可能 就因為我們去做這些國際交流 我們只有帶回公民科技社群 就是帶回這些 對科技使用很 就是這樣的人 然後我們討論都在 我們這些人裡面 但我雖然沒有對東南亞 了解很多 但希望可以把這個議題帶到 關心東南亞的人 然後 也希望 自己其實希望 YGNP 可以跟 國際的各種社群 有更多的 合作 有沒有什麼是 呃 我們這邊技術可以支援的 就是 就是我們有很好的工程師 所以如果你們可能 不知道有約束問題 你們有當地的connection 然後他們缺程式設計師 你們也可以來GNP 還有各種提案 請我們這邊的工程師加入 加入寫作 那這是我自己希望看到可以促成的部分 我問個問題 我叫Michael 也是常常參加GNP的 那我是要問說 因為我剛剛有聽到說 Data的不確定 或者是說不可靠 這種問題 一樣 那個 因為我長期關心 跟 台灣的新聞的 傳遞訊息 那種不可靠的問題 所以說 那個 我想 我是想問那個小班 不過 剛剛聽到他 講了六個slake 還挺辛苦的 我是剛剛要問說 那個 台灣是可以批判我們新聞報導這些問題 資訊的不確定 或什麼 我說批判力道還蠻強的 不過就是不知道小班 或者是你 我剛剛不知道 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說 東南亞國家的人 他們有沒有批判這個新聞媒體報導 這方面的情況 這樣子 他們這些人 聽得懂嗎 有 有 我在看 有沒有人要回 有 不要cue他 我覺得是有 然後 我覺得 我要提出一件 危險的事情是 雖然我現在 我現在把東西放在東南亞 但是 我覺得東南亞 有很多事情 可以開始的講解 或者東南亞它本身 各種國家的世界 國情差異非常大 然後 所以 有時候我們說 東南亞有沒有什麼 什麼時候要很小心 東南亞它並不是一個 完整的整體 對 或是這樣 我覺得最常見的是台灣出發展東南亞市場 好像 你就可以移進去 然後所有東南亞市場都 都進去 但每個國家啊 真的其實差很多 那 呃 有沒有人批評新聞媒體 就是 多比在這裡 他就是 他就是 剛正在這裡批評 跟你說國家 出去給人自騙 或是 對 新聞報是有問題 有 有這個空間 甚至我必須要 我可能對中國還更熟悉一點 我會說連中國都有這個空間 只是你怎麼 你怎麼去做 甚至 或者是中國他們的NGO在 最近的 呃 不是最近 最近人大代表 剛剛出來嗎 人大會議其實也是可以去提倡議的 他們可以提 申請書給這些人 有沒有消失一回事 但是 對 他們自己也會對自己的新聞 進行評判 所以 呃 我覺得 在每個國家裡面從來不缺 做這些事情的人 只是 效果如何 跟 有時候是一個更大環境的 問題 有沒有辦法去 改變 但 我覺得 我在每個國家都有看到一群覺得 就很傻 然後去做 然後 希望 就是做到最後一天 可以改變什麼 對 就是 那 那 反正 很快 你講話說得很快 然後 覺得 就是 反正今天 能夠獲得你去 參加那個 美工蛾的 經驗 覺得 還蠻 有收穫的 那 我有一個問題就是 呃 你在那邊 因為 你說 剛剛有提到說你在 歐美國家 好像在 在 呃 在討論上 人家就 不了解 亞洲的情景 那你在 所謂 湄公河的 什麼的 國際的這些國家裡面 因為我 我在 我有些經驗啦 就是外國人會搞不清楚台灣跟泰國有什麼差異 哈哈 然後你怎麼跟他講 他都一直跟你沙拉地卡 沒有辦法 因為他不了解台灣 那你在 所以說你在 你在 你在東南亞 這個 所謂的東南亞圈裡面 就可以得到認同 或者說得到理解 你 各方上發布了什麼障礙 這是一個小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到底 就是他們到底認識台灣多少 你跟他分享的那種共鳴是 你說你原本四個主題 變六個主題 我們到底有什麼 那麼多經驗 人家都好談 哈哈哈哈 人家真的懂嗎 就是 你剛剛說他們去的都是經驗嘛 那我們去的都是經驗嘛 那我們去的都是經驗嘛 哈哈哈哈 但是 但是 我們跟他怎麼樣對話 因為 國型不同 你剛剛講的 每個地方都有他的 國型 對 尤其是我們遇到的問題 跟他們遇到的問題 都不同 那 怎麼對話 我們比較好奇 是在一個東南亞 經驗圈裡面 然後大家都很年輕 也沒有 不一定每個人都在公部門做過事情 也不一定是深入草根的那種 NGO 那怎麼樣討論一個 然後 產生一個 什麼樣的火花或是 太不詳了 你就簡單講吧 對 所以對我來說其實蠻困難的 然後因為 我們在台灣還要辦一個很大的活動 然後都壓力很大 所以我也沒有真的有太多時間準備 我說 我一個人辦前 主辦大會說到底要講什麼 然後就介紹主題題就好 所以我以為就是一個talk 然後這一個talk 就是下飛機三四個小時那可以完成的事情 但結果不是這樣 所以 額 對我來說 我一個人大的困難 是我並不理解湄公河流域 我在那之前 我沒有認識緬甸的 遼國的人 我去外柬埔寨 可是去旅行 不是 只是去觀光 就看我個人不開心 然後你對於他的真正形勢並不熟悉 所以我只能 我能做的就是在轉機的空檔 就臨時報頭角 比如說 我去看 我自己是歷史系的 所以我去看他們的政治史 就是把這五個國家 過去60年大概發生了哪些事情 有哪些反對黨的領袖 然後誰被逮捕 然後 有什麼樣的議題在被討論 非常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快速的 非常快速的看過一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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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量去open 我不要去預設 他們會遇到什麼問題 我不會去預設一個緬甸的人 或一個寮國的人 他 他到底遇到什麼問題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必須要他講 然後 所以我們faciliter 有一個很大的公司 是我們要讓他們講 因為其他的faciliter 可能從新加坡 從馬來西亞來 他們其實也不知道 越南到底在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 做最大的事情 是讓他們討論 他們自己國家內 發生什麼事 然後 把自己國家內發生什麼事 提出來 然後我們大家討論 所以 甚至我剛剛沒有提到 是有 甚至有玩那種法庭的辯論 然後就還有人會入法官 然後 他就說 這次我們國家就是這樣啊 就是 很正常的 就是現實的模擬這樣 然後 就是 就是 或者是 我們去討論立法過程 這些 對我來說 是去理解他們到底在幹嘛 然後你說 台灣有這麼多 東西可以share到六場嗎 答案是有 哈哈 就是 台灣G0P是一個非常大的社群 如果你從網路上 Github的程式碼的貢獻程度的話 我們一個台灣 可以跟歐洲跟美國的程式碼 貢獻程度低 然後 台灣做很多非常創新的實驗 例如 嗯 例如什麼 比如說G0P這種沒有領導者的 運作方式 或者是我們用很多科技工具 比如說 我們的議員投票只能做得很好 那 其他國家可能才剛開始做 然後 或者是我們 怎麼去想要圖像化討論東西 或者是G0P 黑開松很特別 很多國家要做不到一個東西 是 我要怎麼讓一天之內 讓設計師 讓律師 讓公務員跟 城市設計師做下來 把一件事情做完 然後 從早上9點到晚上6點的時候 我覺得 晚上6點的時候我可以看到 有個網頁好像會動 然後 有個東西出來 然後你讓這裡面每個人都有參與感 然後他們願意 下次再回來做這個project 呃 我講有點太美好 大概 每次都會有67%的人是新來的 至少我們有30%的人是他持續任意貢獻 或者是 我們怎麼把東西切成小份 例如 七百頁 我忘記是不是七百頁 大概幾百頁的正式現金文獻 因為沒有辦法數位化 我們怎麼做 我們就有人先拿身份證去監察院 把那個東西 紙本調出來 然後去影印 呃 掃描 掃描之後變成pdf檔 然後再用城市設計把它切成千諾符 然後大家 進網站都有輸入過驗證碼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變成是驗證碼那種東西 那只要兩筆一樣 就 它會變成數位化 通過這樣的方式 在 應該是兩三天之內 就把那些文件 帶一萬多個人線上參與 你可能只要花十秒 那像這樣的模式是 像這樣的模式是很創新的 而且這樣的 一定要有這個概念 越南的人可以用 緬甸的人可以用 新加坡的人也可以用 然後我們城市碼都已經放在網路上 那當然可能需要一些 會城市的人去做這件事情 但台灣的確有非常多特別的地方 甚至比如說我沒有開放資料 怎麼做到 怎麼做到世界第一名 雖然美軍跟我都會覺得說 啊那就是衝量化 但是至少連台灣衝量化 至少衝還有衝到第一名 但是以及我們跟別人說 衝量化衝到第一名之後 我們在台灣看到開放資料的問題 並不是資料開放就會帶來開放政府 或是美軍的報告最後結論是 我們關於弱勢的議題的開放很少 我們還是focus在經濟的data 我們真的對弱勢的有限 對那我自己對努力的觀察會是 這種科技改變政治非常局限在台北 我們現在還努力想要在台南 或是在台灣各地去推廣 我們所打造的工具 這是我們台灣面臨到的問題 然後甚至台灣有一些 連歐洲跟美國都還沒做過的事情 例如之前大家覺得很失敗的i-14 那我們這時候馬德利的人來台北開會 所以就說欸我們這邊才跟澳圖 做類似這樣的東西 你們i-14為什麼會失敗 所以連失敗都是一個案例 或者是我們的環評的工廳會 台灣有過去的時間來做很多公民審議的東西 但我都只知道皮毛 但是我覺得開放知識跟開源跟聚名 我覺得很棒的事情是 因為這些東西都開放在網路上 我可以去看這些前輩的PPT 然後去抓他們的演講 然後把台灣 我自己有在參與社群 我舉辦一個時候我參與專案 我把我知道了跟這些人分享 那其實大家是會發現這個 其實這個idea是很特別的 別人在美國 就如果大家很喜歡硬去比 就是大家會想像說 喔美國歐洲日本什麼就是比較好 但在Juneity的事情上 我看到台灣我們長出自己 和屬於自己的東西 就是 或是像我 去上國際會才發現說 原來沒有international funding 沒有聯合國這些計畫 有可能是一個blasting 就是 我們不需要 我們 就是你 我們只能自救啦 我們絕對沒有什麼聯合國 然後上出聯合國 然後聯合國什麼人權理事會 去管這些東西 台灣根本沒有一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聯合國規定 也要曬人權公約那個人權理事會 但是我 我們的人權政況的確比很多 有籤那個人權公約的 人權公約的那個國家都還要好 所以 對 但是 對 就 就盡量 盡量把 盡量去吸收這些人的東西 那 所以我們有在create online community 大家會 不斷的sharing 那 其實東南亞有很多非常這樣的計畫 我有同事是 飛去吉隆坡 飛去 阿通是飛去哪 飛去越南 還是飛去菲律賓 然後去做資訊安全的培訓 因為台灣還有另外一批人是 駭客非常強 就是 資安這一塊 呃 我們知道怎麼去防釣魚啊 怎麼做企業安全 只是之前這些駭客沒有想到 原來 因為台灣幾乎不存在這個問題 台灣政府科技力太低 沒有辦法監控人 所以 所以 他們真的沒有想要把我們要把這個科技用到保護MGO身上 可是像我們 看到台灣的 看到東南亞社群或中國社群有這個需求 所以 我的同事也在做 這塊的搭桥 可不可以把台灣的 駭客社群跟東南亞社群結合在一起 然後 去做更多的 後續合作 所以 嗯 但我覺得了解文化很重要 然後 對 所以 所以推薦大家 真的對一個國家 非世界不了解的話 可以上BBC 他們Political History 可以保證你五分鐘內可以讀完 然後 就是 非常的簡短 然後 然後有效 對 那我自己可能還是 我上學期有學會門課 就叫 亞洲的民主化 所以 我讀了一學期的paper 在講 這些東西 那可能就有偷架過 但是 BBC那個真的還算 還不錯 就是 推薦大家要臨時報頭獎 可以去看看 或過幾百科 都是 一個方法 可以幫忙 借大家一點嗎 借大家 借大家 大家其實 這裡有多少個 算是 研究東南亞 大部分 對 大概大概知道東南亞 只是 我是想問看 是不是從東南亞來的人 當然說 東南亞的話 你們其實會想到什麼 如果有人跟你說 東南亞 第一個想到的東西是 河粉 河粉可以 河粉是越南 馬來西亞 跟 可能泰國吧 但是 其實 要講 東南亞的話呢 從馬來西亞北部 就往泰國 遼國 緬甸那邊 其實就是自己一個區 就歷史上比較相似 然後 如果你在馬來西亞 往南走的話呢 就是 我們那邊人喜歡 叫 就其實是 算是一個很相似的地方吧 就 就 文來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算是 新加坡是免了吧 如果實際來講 如果 如果 曾經是馬來西亞 因為新加坡是馬來西亞 沒有 就 馬來西亞人不喜歡 新加坡人 新加坡人不怎麼喜歡馬來西亞 算了 嗯 我想這麼一點 對 其實 其實如果 要說 我是馬來西亞人想分享東南亞的話呢 其實也 不怎麼對 因為 講真的話呢 東南亞最小的三個國家呢 新加坡不用講啦 那不用問大家 新加坡不用講啦 文來其實還比新加坡還小 然後 來算馬來西亞的話 其實就是接下來比較大個國家了 再接下來的話呢 就 怎麼算人口的話呢 馬來西亞大概有三十名店吧 你接下來小的話 就七八十了 然後印尼的話就兩百 兩百個國家了 所以其實要講真的話呢 馬來西亞代表東南亞的 最多可能是五八千左右吧 如果有五八千的話 所以 其實要講是東南亞一個 X region的話 真的是很難很難很難 很難分析啦 只是像剛才朋友問的 我們像東南亞會不會有像台灣樣子 媒體會 大家會去 怎麼說好呢 Discution Online Public debate Foreign 來研究一個問題的話 其實老實說呢 馬來西亞是沒有這個文化 一方面 是因為我們媒體被 政府操縱 被政府控制的很嚴格 所以你不會 假如啦 給比如一個例子 就 說一個很簡單的吧 就 暫時有風果症 風果症在傳 OK 你看電視的話呢 不會有任何人辯論這個問題 不會有人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政府不會讓他們有這種討論 就算他會批准這種 這種論題的話呢 上電視的人呢 也是政府的人 不會有另外一方面的專家 之類的來解說 他們會很 控制到很嚴格 所以 這是一個現實 所以我們都沒有那個概念 會要思考 不要討論 所以人家 你會看的話 就是上社交媒體的話 就說 人家左罵西罵 亂罵 東罵 怎麼罵都好 只是不會有這種討論 不會有這種論壇 嗯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像你問了 為什麼我們在台灣 有那麼多問題 然後為什麼會一直塞進台灣 因為其實對我們來說呢 台灣挺有趣的嘛 台灣No.1 台灣No.1 嗯 一方面 東南亞就大家 沒有民族 民族主義的國家 但是大家知道 不用不用不用 別論的事情 只是 不常我們會接觸到一個 亞洲國家 而且是開放民族主義的 真的不常見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像馬來西亞 我們 Internet Penetration 大概有70到80%左右吧 就大概全買到處走 都有4G都有 有上網 然後你要說 科技方面的話呢 AMD 有在馬來西亞 有他們的R&D Center Intel也有 像現在出來的 Ryzen的Processor 有一部分也是馬來西亞出產的 其實是要說 科技上的人的話 技術的話呢 其實是有 只是 你要說到Civic Tech的話呢 這個字眼在馬來西亞 完全不存在 是沒有人會想過這一點的 是沒有人會想過這一點的 然後一部分是 因為我們的政治系統 就是 教人家 別想政治 別牽連進政治 就是大家會很有主意的 故意去 人家說 Activity of White Politics 所以 我們不會從來也會想過 Civic Tech 這種東西 所以其實當台灣 他來說 其實有Civic Tech的 你們應該去找看 你們當地的Google 或Facebook 跟他們商量一下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 奇怪 沒聽過的事情 所以就來聽了商量 所以就想 喔其實對阿 我們可以跟他們聯繫 可以跟他們商量 所以 多少就會想找 小伴這種 就抓著他們不放 嗯 就大概這樣子吧 多少 只是 狀況其實很不一樣 像剛才有問到有一些 草根 草根 他們會不會到底結束到這些 國際的活動的話 現實上很難 真的很難 因為像馬來西亞的話呢 雖然是講 90%會聽英文吧 只是真的會講 最多40%吧 然後40% 你真的會去到這種 國際活動的最多10%吧 像我們的NGO裡面 也是很多 其實是 所謂的 所謂的 就是有簽證 去受教育回來 出國念書 或者是 念大學的 其實就有 已經是有一個 class divide 所以其實 像我們的NGO 也是很多 沒有草根 就是也是因為 所以要怎麼帶回草根呢 也是 很難的 因為事情 我們自己在本山上兩種 然後還有 無雙補充一點 就是那時候 我去馬來西亞 趁他都比規劃的馬來西亞人權營 然後我們就是一個禮拜 去跟馬來西亞什麼羅興亞 羅興亞難民 然後 沒有馬來西亞的原住民 馬來西亞的女權運動 馬來西亞的 呃 反酷刑 然後馬來西亞的 青年參政 馬來西亞的 國會乾淨 很可怕 也是很可怕的行程 但學到很多 但我覺得有一點是 當時 馬來西亞的LGBT group跟我說 他們很感謝台灣的視線 說 同性婚應該要合法化 因為在很多亞洲國家都會說 同性戀是 Western culture 他不是亞洲的 他是西方的東西 他是 他不是亞洲人文化的東西 那是 西方人可能敗化道德 或什麼這類的東西 那 不只是在LGBT這個議題上面 包括 我進行 女權的辯論 很多 亞洲女性會說 這是亞洲文化 然後沒有辦法 這個是傳統 然後 什麼之類的 那 台灣女權可能也有修改這個地方 但我跟 那時候跟另外一個德國人 我們兩個就說 那德國人更好笑 他說 可是一百年前德國也是這樣 所以這不是 亞洲文化的問題 德國文化也有這個問題 就是 女權不平等 德國文化也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 但他有點去脈絡 但是anyway 對亞洲人來說 可能 亞洲有這樣的東西 大家還是覺得 inspiring 我覺得我是有點聽不下去的 老師可能就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很累耶 年紀大了 做得比較好 對 年紀老 對 好 我再分享這有趣的是 因為我那時候來大家討論 然後因為在馬來西亞 在東南亞大家就 在柬埔寨大家就直接洗地而坐 然後美軍都在辦活動 你要辦微笑嗎 然後Messler他說 欸糟糕 我們那時候會有桌子嗎 就是 大家會需要坐在地上畫海報嗎 就是 台灣好像覺得這樣很不OK 然後他就說 當然有桌子啊 就是 沒有就是 蠻有趣的 因為那時候就發現這個小小的 culture difference 就是 大家都很習慣坐在地上 然後 我想請問一個問題 就你剛說 G0V在 全亞洲或全世界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對不對 那 你有沒有可能用 你歷史系的 專業 或者用什麼專業都可以 為什麼在這個事情會在台灣發生呢 怎麼判斷 就是 你看過好幾個世界各國的 他們的這種開放資料啊 等等等等 你隨便猜一下 沒有 你剛講的一個 我猜 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或者還是說 有其他的原因 像剛剛這同學講 你說 那個 政府監控啊 什麼 我覺得那個 不太像是理由 台灣也有這樣的經驗 對 當然 可能是 台灣沒到馬來西亞他們厲害 呃 不要那麼驕傲 講真的 講真的 馬來西亞 當時我們其實發現的 比越南還厲害 還要比這個 那台灣 那個白色恐怖的 反正跳出來 台灣還有抓那個 馬來西亞的喬聲你知道嗎 對啊 我們 先不想這個 先請看 我 我 然後 你看 每次都是研究 G0V的組織方式 G0V人跟人互動的方式 他就要花五六年四次親 我不知道人家學到多久 寫他的博士論文 那 他現在進行他的田野研究 所以 對 那 有沒有也可以等他的報告出來 他說不定就會 對不起啊 這不太賦予重任了 但是 我不知道他報告方向是什麼 那 我自己是 上學期寫了一篇 呃 我覺得很爛 我很沒有臉 給G0V社群看的 報告 是說 題目是 這號 Open Source Community Being Politicizing Taiwan 我覺得 我在G0V看到的事情是 呃 首先當然我們不能忽略 台灣過去民主化運動的成果 那必須 這些 這些所有 可以發生前提都一定是 已經沒有戒嚴了 我們可以直選了 然後 沒有公開資料 我們有 穩健的政府系統 我們的經濟 沒有很可怕的崩盤 然後 人民的GDP 所有一定 這些全部都是那些 Infrastructure 呃我昨天跟人家聊天的時候 人家會那時候第一個反應說 蛤 你要去東南亞這種公民科技喔 他們有網路嗎 然後 我就說 呃這個 有 就是很瞎 但是有 但我覺得那個基礎建設 不是在網路 也不是在技術 其實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機 都有APP 對 但那個基礎建設我覺得更多的是 在民主跟政治這一塊 然後 老實說我不知道 然後 我那邊報告之後也只處理了 也處理了非常小塊 另外就是 台灣的 open store 我甚至也沒有去處理一下 台灣的open store comunity怎麼長起來了 為什麼GDP可以這樣做 比如說 我們沒有領導人 然後為什麼我們可以這樣 open collaboration 為什麼我們可以把這根 全部丟到Internet上面 因為有一群人 從 1980年代 開門社群 他們就在電腦的社群裡面 去證明這件事情是可行的 在一個比較小範圍內 工程式的狀態 這種互動模式 沒有領導者 所有東西公開上網 互相 這種東西 open license 是可行的 那台灣大概在10年前 開始 定期辦 conference 然後開始有 各種 比如說 自由軟體駐造場 或是各種的協會 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等到GNV在5年前 不是 對不起 台灣是15年前 大概2000年開始左右 所以等到GNV在2012年 發起這個東西的時候 已經有一群工程師他們是願意 無償的貢獻自己的程式嘛 願意 本來就願意在網路上 嘗試新工具去討論 那 我覺得我之後可能 如果想要進一步做研究 會想要知道 那這些人 怎麼把原本是在網路上 電腦世界的這種意識形態 因為他們其實有非常強大的意識形態 政治理想 比如說 駭客精神就是他們很討厭權威 不相信權威 不相信政府 然後 希望盡量的自由 盡量的liquid 就是每個人是eq 然後 就是 然後不因為你的身份 或什麼這些 網路應該要是 每個人都可以接受 不會因為你的身份 種族 你的交易背景 而影響到你受資訊的權利 他們還有一些 什麼hacker statement 就是類似這樣的 你可以說是個次文化 所以我可能也會有興趣的 就是 這個東西怎麼被帶到 正式實現的程度 一是這些人 其實台北很mix 我說很mix就是 我被外國人說 我可能有點特別啦 人家問我說 你假日會幹嘛 我就說 聽講座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你沒有live 但是 我覺得 我常會去聽不同的講座 我可能聽歷史的 我去聽科學的 我去聽科技的 這在台北是發生的 而且 嗯 就 對啊 所以另外問題是 這些工程師怎麼接觸到 這些社會思想 什麼東西讓這些工程師 覺得他們可以 介入社會運動 然後 工程師就把 他們本來在 電腦上 網路世界用的那個文化 帶到這個甚至 這個社會運動裡面 告訴在座社會實踐的人說 這是可行的 然後 他跟 過去十年的民主審議 這個思想 就是我們開始做很多公聽會啊 我們應該要做什麼 神音是民主啊 什麼世界咖啡館 嗯 每天可能比我說 他兩個 到底怎麼合起來 但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有趣的東西 然後 我不知道 我覺得 在座林比我上 現在的東西 我會覺得 我沒有轉眼 就是 歷史系也是 就是狗人殘喘 就是 畢業這樣子 所以 對 對 同學就知道我 科學狀況如何令人堪憂 所以 嗯 不知道 不知道 對 但是就 我覺得 大家 的確是可以思考 那我 我有 我有 有別人說 是 什麼 替代役啦 因為台灣這些工程師 最後去當替代役 然後就會接觸到政府 會接觸到政府機關 然後感覺到 這個政府 天啊 這系統怎麼那麼差 然後 然後 然後再 就是 之類的 然後 但其實 我有遇到 應該是美軍轉述的說 國外的人會說 你們這些工程師 怎麼會認識政府 機關的人 像對美國來說 卻影響川普 是一個很遙遠的事情 是 對中國人來說 卻影響 黨中央的決策 是很遙遠的事情 但 可能 因為我在一個比較 精英的位置上 我是台大的學生 我跟 我跟蔡英文總 今天中間 可能只隔了兩個人 就是 我知道我們找某個學校教授 那個學校教授 一定被認識一個 認識蔡英文的人 所以我跟她 我跟蔡英文總 只隔了兩個人 然後我覺得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我 或是 我覺得我成長在一個 我是1993年出生 那一年是 全球網際網路 World Wide Web 上線的那一年 就是 現在大家 習以為常的網路 我們站在之前什麼BBS 那是 也都已經有啦 但我們現在說網路 你說你想到是那個網路 然後 1991年 也擺盒 然後 所以我成長在一個 網路的民主的時代 我的一切都是自然的 然後 我相信我是 可以改變 我所參與的 不管是 過去的學習經驗 或是寫社論 或是 到進一步的社運 我會覺得我 我會覺得我 離 政治權利中間 沒有那麼遠 就是 我出來抗議 我在報紙上寫媒體 是真的有可能改變 政府角色 例如 我說那個 很瞎的那個 你 你 只是因為 多全封網 這就有改變嗎 他說他要車案 結果大家發現他沒有車案 但是 至少那時候 網路 聯署 大家就是網路圈一片大法的時候 的確會對 施程壓力 或是 你看到PTT 或是 或是 318學運這件事情 我覺得 318學運 他的確 撞開了某些 不同領域之間的繁離 像 本來新聞系的人跟DreamD的人 他們可能就是兩條平行線 根本沒有在一起 但 那一次在街頭上 的確很多mix 或是 有很大的憤怒 或是 很多人做了很多的嘗試 雖然大部分人的嘗試都失敗了 就是以我知道來說 大家當時很想做很多事 但大部分人都失敗 可是 好像有個感覺說 你可以去做什麼 然後 你做了什麼 真的會 影響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DreamD 我們在做社群工作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我們 就是 怎麼推坑別人 我們不會畫大餅 我不會說你今天來 你今天就會改變台灣的政治 然後 台灣就會民主化 然後 我們轉型正義就會做完 然後台灣就沒有台灣 我不會這樣 我們會focus在 你現在可以做的 比如說 一個銀行的人員 他說他不知道怎麼加入捐領V 他覺得大部分人是很厲害 我就會跟他說 欸等等我們 其實有去爬那些公司的財報 或者是 可是我們沒有人會看 那你可以幫我們看嗎 那錯過這樣的方式 但是他覺得這只是他專業的一小部分 他可以馬上加入 他只要花一兩個小時 然後透過這樣的方法去捲動 更大的能量 然後 更深的我就 更深的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 就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做研究的話 也是 也是 也是可以做 也是可以做這樣的研究 或是你可以 也去研究 東奈亞公民科技社群 因為我覺得非常有趣 我真的在東奈亞 遇到這些人 比如說 你看在美工艦系列是2008年 他們很多東西也大概是在 差不多的時間點 開始 就是2010年左右那段時間 大家開始做類似的事情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 我覺得 這個會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那我想問一下 其實在這邊 剛剛有提到 像CVTechTech跟 GovernmentTech的那個差別 所以其實是有一點說 有一點說說 CVTech的作性 是可能有一點 立場上的衝突 像 東奈亞他們那個 這個 你們有講到 他們並不算是一個 民族體育非常發達的 我想 GV跟這些 政府科技 跟公民科技 這些 必然會有一點 限制 就是在於 比如像 網路的那個 那個 但是 最後就有點依賴 就是 製作點手機 那如果說 沒有這種東西的話 那你們做出來的這種東西 也不要怎麼辦 那還有 如果說跟政府相衝的時候 所以剛剛好像有人問這個問題 呃 像 GV社群這樣 如何保 保證自己做的東西 甚至自己的安全 是 自由的 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 大部分 GV社群的人 沒有意識到 保護自己的人 是安全的 因為在台灣 你不會感到這樣的威脅 那 對 台灣比較不會這樣 對 那 對啊 我自己最近開始感到我這樣的危機 所以 對 所以 呃 開始會去注意所謂 資訊安全這些東西 那 對 有現在直播 所以我剛才講到你了 然後就是我意識到 我意識到 沒有關係 那第二件事情 是你說 沒有遮你手機嗎 你是說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就是如果說沒有這種設備 讓你的資訊 沒有到 那些也能上傳的話 那些也能上傳的話 呃 這有 很多這種東西 所以 當我們現在說 Civitech Technology 好像 我們就直接把它連到Internet 但它不必一定要是 不必一定要是Internet 它還有什麼其他的 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 有些有名的案子是 有些地方你用SMS的Message 它有一般的關係手機 它可能就可以達到 一樣的功能 例如我 我四 這幾年前 四年前 在菲律賓的時候 我其實我覺得 我已經體會到 在菲律賓體會到 所謂支付寶的便利了 用功能型手機 怎麼辦到了 就是 呃 電話費是他們 互相轉帳的方式 也就是說 我跟別人買東西 我不需要付他現金 我就是傳簡訊給他 然後因為有特 就是你就打個code 然後你就傳多少錢給他 然後我要怎麼加值 就是我可以拿現金去我家貨鋪 然後 給他現金 然後他就會打到我的錢 我後來過了兩三年都在 中國用支付寶跟文姓的時候 才一直到其實 在當時那個菲律賓 那樣的狀態的時候 他其實打審一樣的 一樣的事情 他好像沒有那麼high-tech 可是他事實上的方便程度 就跟你少了QR code可以付款的 那個程度是一樣的 所以 呃 有本書我很推薦大家念 叫 What technology wants 他是那個 呃 美國連線雜誌創辦人 Kevin Kelly寫的 他 大學 其實什麼東西是最有用的 完全是當下人們去決定的 而不一定是最advanced的科技 所以其實DreamD 我們現在做很多東西 也並不是現在資訊界最advanced的 例如 我們其實現在的 呃 專案用到什麼 AID學習很少 然後現在什麼blockchain 這種比特幣很紅 但是 我們真的用到比特幣這些技術很少 我們做很多東西其實是 20年前就有技術 可能是爬蟲 或者是 做個網頁 當然新的技術家有幫助 但是 我必須說 DreamD的技術並 我們其實很多問題的技術 並不是最先進的 那 呃 但其實像智慧型手機這件事情 事實上在東南亞的 勝負率已經很高 所以 在很多狀況下這個問題是 不存在 但的確 呃有個很嚴重的問題啊 包括 呃 像我們 有個專案 台灣一個專案是 我們要做LINE的機器人 因為我們要target 只會用LINE的User 然後去符合他們的使用 對 就是 你用LINE然後你不想要去查證 你也不會用Google 因為你只會用LINE 你不知道怎麼去 游覽器去Google搜尋 那在只會用LINE的狀況下 沒有辦法讓他去查證 那這是我們試圖去adapt 但是 當然還是會遇到很多的問題啊 就是 最基本的 甚至連電腦不會用啊 什麼的 所以 呃 我說的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GINV的問題 就是當 我 上學期在台灣有去一些 所以 我不想說偏向 但就可能不是 好光 就是出了天龍果 那 那個 你可以跟他們說GINV的那個 溝通度 馬上降低 就是 呃 甚至也不用出天龍果 你就是跟 建設司機 或者是跟 或者是跟 超商的店員 再說GINV要做什麼 那個跟 因為你可能可以在台南跟 在台南做議會監督的同學 講 一樣的語言 可是你沒有辦法跟 你每天會遇見的人 然後 說服他 用你的 東西 你的東西是真的有用的 很多人會跟你說 年輕人啊 你這樣沒有辦法改變政府啊 你這樣沒有辦法改變社會啊 或是你講了之後 他並不會用 甚至 我自己的爸媽 我這個中間就跟他們吵架 就是 在講查證的問題 那 我爸媽已經是高教育程度了 但 一樣會有這個落差 所以 嗯 我覺得這是GINV社群 但是所有公民科技社群 必須要 想一個問題就是 科技到底解決了什麼 問題 科技哪些沒有解決 然後 但我覺得科技的確解決很多東西 例如 以往為什麼我們需要 帶一支 為什麼我們四年才投票一次 為什麼 只有一人才可以看到那些資料 因為 我們沒有足夠的科技 可以讓每個人都看到 所以如果你要每個人都看到的話 你要把每個人都要去那個放資料的地方 或是你要把每個人都要那本書帶回家 這不可能 為什麼我們現在可以提供投票只能更多功能 因為網路讓它容量更大 不然以前就是選舉公報 因為這個資訊是有限的 或者是 呃 PTT這種東西 Facebook這種東西 可以討論 好或是我們今天是來嘗試新的工具 我們可不可以 標註不同的立場 然後圖像化我們立場的差別 做為新的公民討論 好 我知道AU 就是唐豐他們有在嘗試用VR 他們跟我說 VR技術可以做到三圍 我們可以用三圍的空間去表達 我們的公民討論 參與的公民立場之類的 我還不知道要幫我怎麼做 但科技的確帶來一些 新的可能 跟包括 如果你今天有朋友沒有辦法來 我們今天有直播的錄影 他可以回去看 那對 以往很多這次討論 真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我們的討論 就只能留在我們這三十個人裡面 然後有人願意寫報導就很不錯了 但是 就是 對 我覺得科技還教大家一些什麼 但 很明顯的科技的盡用性 不是那麼高 所以 我覺得是 我自己也會希望GD 要努力的目標 然後 還有 對 censorship 對還會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對啊 所以 變成說我開始會一直到 有些話不能講 或者有些話至少不能贏我這張臉 我這個名字 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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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謝謝小蛋 謝謝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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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在G.L.M.當工作人員